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风起洛阳开播倒计时 王一博晒百天蒙照 宠粉技能加一 王一博主演的风起洛阳终于就要播出了 这也是最近一段时间 所有粉丝们最期待的一件事 前一段时间 王一博基本都没有出现在公众视线中 如今突然出现 就接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好消息 之前王一博不久不出现 粉丝们都表示很想念 而最近王一博的接连两个活动和大家见面 粉丝们也能够感受到他的宠粉 技能似乎又精进了很多 上一次品牌方舟年庆活动之后 王一博在某平台上发布了自己的下班变装视频 而这一次风起洛阳发布会结束之后 王一博竟然又晒出了自己的百天蒙照 甚至很多网友看了之后都觉得很惊喜 大家都怀疑是粉丝的剪辑 风起洛阳进入播出倒计时 王一博晒百天蒙照 王一博晒出自己的百天照之后 大家都很惊喜 毕竟这样的行为是不符合一个库葛的人设的 王一博每一次营业的时候都是拽王附体的感觉 或许换成别人大家就会觉得 这样的一人一定是不愿意营业 只是在敷衍粉丝 但其实摩托姐姐们都是了解王一博的 他是真的很拽 其实仔细观察这一次的营业视频 王一博原本的样子还是很酷葛的 看起来非常严肃认真 随后便出了一张他百天时期的照片 还是能够看出如今他的很多样子 其实一直以来粉丝们都不是刻意当王一博酷葛人设上的绊脚石的 而更多的是因为王一博总是会不经意的让自己的酷葛人设崩塌 不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拍摄花絮中 王一博大部分时间都是可爱的状态 而且总是像一个孩子 对身边的所有事情都充满了好奇 王一博重粉技能加一 仔细观察全是心意 最近王一博的重粉频率真的很高 因为王一博前一段时间特别忙 所以粉丝们也是能够理解王一博 但其实从这一次王一博的营业中能够看出 他对粉丝的心意也是很深沉的 王一博从来都是不善于表达的 包括他给其他的朋友送礼物 也都能够彰显出最大的心意 王一博这一次在某社交平台上晒出的最新物料 其实是上一次王一博参加周年电庆拍摄的视频 因为两次视频中王一博的衣服都是同款的 大概是因为感受到了粉丝的思念 所以王一博趁着同一次的活动多拍摄了一些花絮和物料 在后续的日子里也就能够发给粉丝们 这大概就是王一博最大的心意了 前一段时间王一博一直在准备吴明的拍摄 从阵容上来看 吴明将会是一部大家都非常期待的作品 而且王一博也增多次透露 自己为这一次的角色也一直都在剪虫 王一博虽然不善表达 但是他从来都不会敷衍营业 粉丝们的呼声他都是记在心里的 他也一直都在努力为大家树立一个好榜样 粉丝们和王一博一起努力 最后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